水晶 嗨 大家好 我是一君 然後今天呢 我們來到神祕的TD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很不一樣呢 那這是一個秘密計劃 我們正在為一個電管來去做一個設計 而且這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這次 邀請了柔軟車 張芳瑞 然後一起來當劇中女主角的部分 其實很特別 我們結合了科技影像 其實那個 動作設計會比較不一樣 跟一般我們只是跳跳滑 飛來飛去的感覺又不一樣 然後他們設計的場景 真的是超級超級漂亮 這個感覺非常非常的有趣 你們的小郭製作人大大 今天就是老師第一次 擔任這種遊戲電玩的動作設計 但因為愛與保密合約的協議 就以下都不方便偷勞啦 因為需要一個女性的角色 所以不太可能是老師自己下去跳 所以老師就帶著他的學生 來做這樣比較古典風格的這種 民俗舞蹈的這種編舞設計 因為畢竟是電玩 所以他會有很多那種 武術武俠的那種感覺 其實蠻新奇的 因為就整個動作都不是一整套思考 又因為要配合特技動作 特效動作 必須先思考 假設飛起來的時候 他在空中做什麼動作 但是在實際做的時候又做不到 所以他必須先 用某種動作去帶我 然後再換到實際拍攝的時候 再跟VR技術團隊的老師 然後來去完成那一系列一套動作 這樣 跟老師過往那種整個劇場製作 或是5mark的那種設計 就是蠻不一樣的 連同表演者也是不一樣的 蠻特別的 好來準備 預備 3 2 1 走 默契 請 這個時候有機會看得到這個動畫 這個有點難講 我自己都看不到有沒有機會看到 因為我們是提供我們身體的素材 然後等待他們的素候製 但我們在看到腳本的時候 其實非常非常期待 而且 阿瑞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默契就是 不能說默契 是我們一直很喜歡關懷彼此 關懷有形無形的不同的人這樣 因為我們這次的動作 因為剛才我講的 微氧就是WIRE WIRE就是我們常在 一般人我們常常這樣吊槓的時候 因為當時以後 我們常常會這樣飛來飛去 或是以前看歌單性的 會這樣飛來飛去的感覺 但我現在想要創造一種不一樣 是水平滑行的微氧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開始用微氧一段的 然後 因為攝影棚的空間有點小 但我們呢 實際上那個場景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 像日子月潭一樣 很美 你要想想看 有一個女子 在日子月潭上飄盪的感覺 會穿衣服嗎 欸這個衣服呢 不好說不好說 一四若有四五 仙女嘛 你想想看 仙女會穿什麼 仙女穿衣服嗎 仙女 要落影落線 尼桑 尼桑與尼桑有沒有 尼桑可以 好 鈴桑 缺力 尼桑 無福 謝謝 辛苦了 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我們 小郭 這是小郭 特別為我們製作的 可是其實 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先不講 但是它絕對是 家家必有的 神器 為什麼 媽媽最愛他了 爸爸也會偶爾來那麼用一下 這是世界上最特別的寶妾 真的 猜對的人呢 我們就送大家好不好 還要有禮物就對了 我跟你講 超實用喔 你不要小看這樣子 發寶耶 對 我們今天終於拍完了 真的是 很多的試驗或測試 尤其是這邊的屋裡 其實辦公道有比較低 他們去拉威亞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高度 所以很難去提 所以真的要靠工程師 把那個想像空間被打開來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女主角在哪裡 她剛拍完了 所以她要去把她身上的所有 我們叫Motion Capture 中文叫動捕 就是這個小豆豆 它其實是可以去捕捉身體的動態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身體要有呼吸感 就是你在這個空間裡面怎麼去動 它就記住這個光點的動線 可是你要讓它有呼吸感這樣子 為什麼要找舞者來去做測試 或是去設計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就是科技跟人性 我一直在去挑戰跟考驗的地方 雖然機器在怎麼做 的確還是沒辦法 像肉體一樣 這麼的燙燙燙 但是呢 在科技一直進步 我們一直想去打破 那個模糊的虛勢展現的那個部分 不管是各行各業 我們在二日子努力 為了就是達到更美好的未來生活 這麼深 講這麼深 有嗎 有這麼深嗎 滿深的 滿深的 沒有… OK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喔 記得喔 神器 趕快來猜猜這個 什麼好法寶呢 底下留言 OK 謝謝大家 我們正在邁向元宇宙的新紀元 願意生徒活兒精神 在虛勢展現間 相連自然的本位 相連自然的本位